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最上面一排是快捡栏 最上面第一个是导入 我们点击看一下 点击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导入选框 里面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些文件夹 也可以在你电脑里面选择相应的一些文件夹 然后选这个文件夹以后它会出来几张图片 它上面会有一些图片的一些简介 它的大小种类名称日期 也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来观察 是不是我们需要导入的图片 好我们选择三张以后我们点击导入 好可以看到我们导入以后 它会生成一个新的导入文件夹 然后这边是我们刚才导入的一些照片 这是故意之前拍摄的一些水下作品 因为我们所有新建 卡普团有个功能叫新建绘画 可以在这里点击新建一个目录 或者新建一个绘画 我们所导入的所有的文件夹 都会直接存入这个快捷方式里面 它就相当于一个大的集合 就是比如说你在2018年建立一个文件夹 叫2018 2018年所有导入的图片全在这个里面 然后它会按日期进行分类分组 这也是图片管理里面特别强大的一个功能 好接着是一个相机联机 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灰色的图标 是一个小相机 就是当你电脑连接相机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功能 就会来到我们的拍摄区域 我们会在联机拍摄的这节课 详细讲到这个功能 好看后面有一个删除 就是直接从目录里面删除这个图片 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回箭头 然后有一个小斜杠 这里就回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就是恢复到默认值 就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些颜色 让它有一点变色 然后我们调整的觉得这个颜色不是特别好 我们可以直接回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你不想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想回到上一步 我们就可以点击回到上一步 再回到上一步 再回到上一步 这就相当于一个历史记录 也可以来到下一步 比如说撤销的时候想撤销多了 可以这样 好的也可以点击这个A 自动帮你调整你的曝光和对比 等等一些数值 这是一个自动的功能 好 来到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快捷区域 第一个是选择 我们长按它 它可以看到有选择 它可以选择一个移动自围电夹 或者移动到飞制楼 功能比较多 集合在一起 第二个是拼移 就是比如说我们放大以后 可以左右上下的拼移 就相当于Netroom里面的一个空格键 好第三个是局部放大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放大镜的功能 好我们点击画面 可以看到它会形成一个小圆圈 这就是一个放大镜 看我们的一些细节 包括我们可以调整放大镜的一个尺寸 包括放大的一个比例 放大镜就会小一些 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放大或者缩小 点击放大 然后点击画面 它就会直接放大 好第四个是剪裁 剪裁工具可以直接框选 然后进行二次构图 同时你可以选择比例 比如说输出的比例 举行2比3 3比4 4比5 或者你添加一个比例 比如说16比9 它就会帮你生成一个比例 直接点击它就会生成一个16比9的图 然后拉直 然后这里有拉直突手旋转 向左转向右转 而突手旋转就直接在画面里面点击 可以让它向左转向右转 它会出现一个参考线 然后也可以选择向左转 向左直接旋转 向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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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向右旋转 也可以点击右键 直接调整它的一个角度 同时它有一个翻动 可以水平翻转 然后垂直翻转 功能都比较齐全 而且集合在一起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功能键 就是回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是T形校正 可以垂直的去进行交正 比如说你拍了一个建筑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详细讲到 好后面这个是污点修复 我们可以点击图片上 我们想修复的一些地方 就比如说这个墙面上 有一个黑色的点 我们移动到 我们想修复的地方 它就会帮你自动修复掉 可以点击右键 是修复灰尘还是修复点 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半径 灰尘你可以看到它是识别不了的 有的脸上可能会好修复一些 点击右键我们选的点 它就会把这个黑点进行修复 好接着这个选择是绘制蒙版 不做过多的介绍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都有讲到过很多 后面我们也会专门拿一节课来讲蒙版 好接着是吸管工具 它可以定义你画面的白平衡 同时可以定义很多东西 它可以选择白平衡 然后挑选皮肤的颜色 明映亮度RGB等等一些功能 特别特别强大 而且它有相应的一些快捷键 最后一个就是同步 同步的方式 一个是应用调整 一个是拷贝调整 刚才在调整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上面 最上面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其实就是一个RGB 然后多了一个灰色的数值 一个红色绿色蓝色 红色绿色蓝色 同时多了一个灰色 好接着我们可以看后面 好的 这里有个功能 我们放在后面去讲解 非常强大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批量同步功能 我们讲第二个图标 从遍体拷贝 就比如说我们这张图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让它有一定的变化 好的 我们调整完颜色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 它就会把它的一些所有的样子 包括它的曝光 对比等等一些功能 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给复制下来了 同时我们调整下一张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图标键 它就会把刚才的颜色 直接复制到上面 比如说你多选几张 它就可以多选几张的一个同步 它会把几张照片同时进行一个同步 接着就是旋转 你也可以进行批量旋转 比如说我们选取3到4张 我们同时可以向左转 向右转 因为我们相机里面经常会拍一些 没有翻转的照片 一张一张调整会特别麻烦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把全部标一新 然后选择出来 然后直接全部翻转 会特别方便 好接着就是一个参考线 比如说我们在秀图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参考点 我们可以把它标注 可以做一个标注参考 好接下来就是一个高光警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点击高光警告以后 它可以看到画面里面 红色的地方 这些区域都是曝光 曝死了 是很难救回来的 就是你在拍摄图的同时 比如说你拍摄的曝光过了 不知道过了有多少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高光警告 可以看一下 好最后一个功能是校对 然后这个也是校对 也是在同步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好的这些快捷菜单 我们介绍完了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键 它可以自定工具栏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定工具 最下面这一排是它默认的一个功能 然后上面是我们可以替换的一些功能 等等一些工具 都可以进行一些替换 调整成你最喜欢最熟悉的一个界面 好下节课我们用不同的案例 讲解这些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 怎么去调整一张非常棒的一些照片 好了 科普特管今天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